Hello,大家好,我是Mr.Sharkibu,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2021年的1月12号,星期二 就在今天晚上呢,米兰会和都林来一个二番战 但是是一个意大利杯的比赛 然后呢,我今天早上刷YouTube的时候 看到一个视频啊 那个视频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视频 Rafael Leo is better than Mubappe Its better,我不知道Mubappe的发音哦 那M发出来 好像发语里面那个是不发的 所以是Bappe 就是这个视频说Lion比Mubappe还要强啊 所以呢,我就看了一下两个人的各种数据 在Sofar score上搜出了这两个球员 首先他们的位置 他们的踢法其实蛮相似的 蛮相似的 也是都可以左右都可以打 然后两个也都是天赋都很高 我觉得蓝昂再往上成长 基本上速度快嘛 然后过人强 然后打门也还挺有谱的 我觉得就是和Mubappe挺像的 然后这个赛季呢 这个赛季蓝昂已经说了 13场比赛啊 现在才半个赛季13场比赛5球4助攻 然后欧联杯是有一个进球的 所以这个赛季我看看打进了 这个赛季一共打进了6球4助攻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上个赛季啊 上个赛季31场比赛才进了6球1助攻 所以蓝昂的整个怎么说 他整个的进步还是非常的大 只用了半个赛季就完成了上个赛季一整个赛季 达到的东西 而且已经11场首发了 上个赛季31场比赛只有12场首发 13场首发 总的来说这些数据上看起来还不错 然后但是他到底有没有比Mubappe强呢 我们来看一下Mubappe 15场比赛 11个首发 13球平均83分钟一个进球 长军进球0.8 长军射门2.8 错失得分机会6次 一个射门进球的转化率是29% 点球 点球进球4个全中 点球进球率100% 任意球得分0-1 就是罚了一次但是没进 然后5次助攻 数据上我觉得是蓝昂的 就进球数啊 是蓝昂的两倍 所以Mubappe应该是 我觉得Mubappe的水平还是在蓝昂之上的 你不能说蓝昂就比Mubappe强 但是我觉得可以把Mubappe当成一个标杆 我觉得蓝昂 如果就像我之前说的 他继续的努力 他继续的勤奋下去 多勤奋一点点 不用多久 一两个赛季 我觉得蓝昂就会接近Mubappe 现在的实力了 一两个赛季 就Mubappe也很年轻啊 22岁 98年12月10号 12月20号的 是吧 蓝昂 189分钟 进球进球效率189分钟一个球啊 反正综合的数据来看是全面落后于Mubappe的 但是这不影响 好 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这叫 Euroscouter 欧洲球探 我来订阅一下 2.95万 生西罗 他的视频做的挺好的哦 因为他的眼神还是挺懵的 这就是我觉得做集锦 做的比较好的这种制作者 他之前的 这个球我还记得 我看 就是 这个Euroscouter 我之前也 有时候会刷到他做的东西 他做的东西 音乐的 音乐和视频的配合度还是挺高的 契合度还是挺高的 就是整体来说 还是质量很高的视频 推荐一下这个博主 其实我们把蓝昂这个赛季 这些 刷他的这种高光表现 穿在一起看的话 还真是不错 你看 传球也合理 你看很漂亮 而且他不是为了花而花 他的那种技术花活 他是真的 我做这个动作是有用的 他不是为了做假动作而做假动作 他是真的能缓开人 这里很秀 他球感很好 我觉得蓝昂的球感很好 然后速度也是真的快 可能没有母八配那么快 但是球感真的是好 而且身体也是有的 你看蓝昂其实不具体对抗 整个广告可是 这些东西 还是挺新的 打油温的这一场也都收进里面了 就是真的 他的蓝昂就是持球能力很好 而且就真的 你看这种极井 看他一整个赛季的极井 然后我们平时也大概知道他什么水平 这种球员是可以看极井的 我觉得这种我们了解的球员看极井 就起到了一个总结的作用了 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他这个赛季变成什么样子了 确实跟三个赛季相比进步很大 能够踢得更成熟 而且他就是拿球抹的一下 把人过掉这一下 什么杀死低竞 很漂亮 很漂亮 你看 蓝昂这个赛季助攻也多起来了 三个赛季只有一次助攻 这个赛季目前打了一半 已经4次了 已经4次助攻了 5个进球4次助攻 很漂亮 我们期待一下蓝昂这个赛季 我如果怎么这么说吧 如果蓝昂这个赛季 进球助攻都上双的话 我觉得对蓝昂来说是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赛季 好吧 我们对蓝昂我个人来说 我对蓝昂的一个要求 这个赛季 进球助攻都上双吧 好不好 我觉得如果他10个 以上的助攻加10个以上的进球 这个赛季来说 对他来说 我给 我能给到90分 我能给到90分 如果他体能再好一点的话就满了 这是这个赛季的一个目标 而且我觉得不是说不能达到的 这个进球助攻都上双 我觉得是一个在他能力范围内可以达到的 对吧 我根据半个赛季 半个赛季5球4助攻 那下个赛季 下半个赛季稍微多努力一点点 就基本上可以达到了 而且我觉得如果这个赛季来啊 进球助攻都是两位输的话 他下 他就已经是合格的一步的那种替补了 然后每个赛季多多少少都还是会进步的 就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蓝昂的未来啊 未来真的是很可期 天赋是很在线的 你看速度也有 而且 他应该是个右脚球员还是左脚球员 我不知道 就是我觉得他左右脚应该是个右脚球员 就是他左右脚挺均衡的 就左脚也能用右脚也能用很平均 这个球漂亮 你看这些传球 就你看蓝昂传出来的球都很漂亮传的 都是那种很漂亮的助攻 当然他的助攻漂亮一部分也是因为 一步啊有时候打门打的漂亮 或者是中路是因为有一步或者队友也很强 但是 确实天赋不能否认你看看这挺丑 他总能抹过去 你看 射门也挺有准头的 而且这这个球你看还不算是他的还算是乌龙 如果这个球算他的已经6个球了 你看这些强点的射门 很漂亮很漂亮 好 那这个视频呢 我就坐到这里只是因为刷到那个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 今天晚上 杯赛也加油吧 然后杯赛让一步找到状态 同样的能让更多的小将 包括孔帝对不对 包括卡鲁鲁 小马尔蒂尼这些上去踢一踢 这就是今天晚上我对 今天晚上米兰的要求或者是希望 就是不要有人员伤亡 不要就是轻松的拿下比赛就好了 能赢就好了 好吧 好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视频的 可以三连一下 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